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中國針對日本政府五日前不顧多方反對 啟動核污染水排海作出前所未有的反擊 一方面中國海關總署8月24日宣布 全面暫停進口日本水產品 這個決定明顯是日本方面此料不及的 在8月25日日本內閣會議後的記者會上 日本財務大臣林木俊一表示 這個措施對於日本國內水產品 相關從業者造成巨大影響 應該認真思考可以採取怎樣的救濟措施 並要求農林水產部和經濟產業部 盡快研究可行的對策 而日本農林水產大臣野川哲郎 對中方的措施就表示非常吃驚 完全沒有預料到的 野川哲郎說參照之前的禁令 原本以為中國只會針對福島在內的 10個都圓的水產品進口加以限制 完全猜不到中方會全面禁止 源自日本的水產品進口 而對於日本政府在未來30年要實現 水產和食品年出口額5萬億日元的目標 野川就說實現這個目標現在非常困難 總體出口下降是不可避免的 而另一邊商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在外交層面 就繼續向日本撕壓 中方的代表在聯合國回擊日本的說辭 8月25日在參加聯合國和太平洋倒序論壇的 合作決議討論的時候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在發言中說 日本到目前為止未解決國際社會 對於核污染水淨化裝置長期可靠性 核污染水資料真實準確性 排海監測方案的完善有效的重大關切 中方等利益由官方多次指出 如果核污染水是安全的就沒必要排海 如果不安全就更不應該排海 針對日方的說辭 肯想進一步指出 日本代表在發言中 以及日本政府近來的表態中 一再援引國際原子能機構的評估報告 而事實上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 在報告前言和相關的記者會上 一再強調 排污入海是日本政府的國家決定 機構報告既不是對這個政策的推薦 也不是背書 耿爽說 大家都聽得出 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報告 並不能成為日方強推核污染水排海的通行證 報告沒辦法給予日方排海正當性和合法性 也沒辦法免除日方應該承擔的 道義責任和國際法義務 他說 海洋是全人類的共同資產 更是太平洋島國賴以生存的藍色家園 12年前 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的嚴重事故 向海洋釋放大量的放射性物質 造成巨大災難 12年後 日本政府不顧國際社會質疑和反對 單方面強行啟動核污染水排海 又為當地民眾甚至世界人民造成二次傷害 耿爽說核污染水處置具有跨國影響 卻不是日本一家的私事 日方這個舉動無視公共利益 公然向包括太平洋島國在內的全世界轉嫁核污染風險 是極其自私自利 極其不負責任 中方呼籲國際社會共同敦促日本政府糾正錯誤決定 立即停止核污染水排放 以真正的態度與有關國家與利益由官方善意溝通 以負責任的方式處置核污染水 避免對全球海洋環境 避免對世界各國人民的健康福祉 造成不可預測的破壞和危害 除了外交上的出擊 海軍總署的禁令不僅影響了日本水產整體出口 其實也對日本水產品貼上了負面標籤 對日本當地的漁農業從業者 更是被政府的行為累死的 根據東京都中央批發市場網站公佈的資料顯示 8月25日豐州市場 新鮮青森吞拿魚的平均價格 較前一天暴跌了24% 每公斤的價格目前是9,383日元 大約是500港元 另外福島當地從9月1日開始解禁拖網暴漁 原本漁民正是為出海做準備的 但日本政府強行啟動排海 也使漁民對於暴漁貴的期待 全部轉為憤怒和擔憂 當地的一位漁民說很多漁民從未同意排海 但日本政府就作出這樣的決定 令他們非常憤怒 近期已經有不少漁民因為日不夫之而紛紛轉行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說 有生產乾海參和乾鮑魚的日本企業 因為擔心庫存積壓造成損失 已經將產量同比下調了四成 隨著日本水產品形象受損 價格也應聲下跌 日本8月下旬 鮑魚價格是每公斤1萬日元至2萬日元 部分產地比去年同期低了三成左右 此外線背的價格也出現了走弱的趨勢 綜合日本獨賣新聞、時事通訊社等多間日本媒體26日報導 日本帝國資料銀行最新的信息顯示 日本水產品近年來本來一直都呈呈強勁的增加趨勢 2022年創下了3870億日元的最高額 其中出口額最高的是去中國大陸 有871億日元 大概佔22% 其次是中國香港755億日元大約佔19% 即是兩者加上佔了整體出口的四成 根據時事通訊社26日報導 根據日本帝國資料銀行的統計 中國管制措施的物件從原來的日本10個都院擴大到全國 預計至少波及從事漁業、農業、食品加工等業務的食品相關企業 約700多間 日本政府原本計劃在2030年將日本龍林水產品和食品的 連出口額確指到5萬億日元的戰略很有可能會脫軌 直至8月25日在過去四年裡 出口到中國大陸、香港和澳門地區的日本企業增加了八成以上 達到了9270家 尤其是在近年來日本菜熱潮的背景之下 中國內地的消費者已經成為了日本食品出口企業的最大客戶 平均每間企業對於中國的出口額 佔總銷售額的55.9% 高於所有出口公司的平均水平的42.8% 帝國資料銀行由此擔憂說 包括二級和三級貿易商在內的很多公司 也可能受到巨大影響 應該加緊確保國內市場和替代出口 根據日本TBC東北放送25日報道 在工程縣石卷市經營一間水產品加工公司的遠藤人質 最近感受到兩面夾擊的痛苦 他公司的裙帶菜和善背產品 不僅沒辦法運往中國 就連日本國內銷路也斷了 報道說遠藤從每年8月左右開始向中國香港出口善背 22日他就收到一份50箱善背的訂單 翌日接到要求停止裝運的電話 與此同時 他們公司有業務往來的一些靜岡縣超市 也決定暫停從東北地區採購裙帶菜等水產品 這令遠藤有點崩潰 他說如果是國外這樣做可以理解 但是為什麼連日本國民也變得這麼嚴厲呢? 他很擔心如果情況進一步惡化 他說生產商將會無法生存 銷售管道也將會失去 原來的水產行業必將走向衰落 英國《衛報》也提到24日核污水排海的第一天 福島新丁一名原民就抱怨說 這才是剛剛開始 今天早上漁市場的價格就已經下跌了 他說已經聽到很多人在討論不會購買海鮮來吃 擔心自己就快失業 綜合日本廣播協會 NHK時事通訊社等報導 諸多的日本水產和加工行業 在中方管制措施發布後陷入恐慌 日本傳媒報導說 福岡一家水產公司的社長坦然 聽到中國海關總署禁令後大腦一片空白 北海道一家水產加工公司 看著冰庫裡的十多噸還沒裝運的冷凍扇杯就發愁的 當地漁業協會的工作人員更無奈地說 要來的始終都要來 一時之間日本國內水產行業相關人員可以說是哀雄遍野 日本漁業協會聯合會的會長也馬上打電話 向日本內閣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念控訴 他說全國漁民都對此感到非常驚訝 有評論說歐美等西方國家對於日本核廢水排海開了綠燈 認為中國是反應過大 是一種政治操作 其實中國政府是基於對國民涉沾上的安全 可以說不怕做醜人 我們又看看表面上對日本的做法 跨口大讚的美國 其實就是2023年上半年 減少進口日本有關產品最多的國家 8月24日 日本單方面強行啟動核污水排海之後 很多一直以來打著環保旗號的西方歐美國家 就突然集體保持沉默 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當日 還對日本核污水排海感到滿意 美國駐日本大使還大讚日本 還聲稱在今月底會訪問福島品嘗海鮮 為日本撐腰之意可以說是不言而喻的 而事實上雖然美國在兩年前就宣布撤銷對日本食品進口的限制 擺出一副對日本食品來者不拒的歡迎態度 但根據日本農林水產省8月發布的最新資料顯示 今年1至6月日本農林水產品出口創新高 較去年同期增長9.6% 連續三年創同期新高 但美國作為日本主要出口對象 就在今年上半年成為了減少對日本農林水產品進口最多的國家 較去年同期減少了7.9% 出口額減少較多的主要項目是日本酒 餘味、善貝 根據央視公眾號玉淵譚天介紹 在這三項日本的商品中 兩項的主要原產地正正處於核污水排放影響的區域 善貝的主要產地是在工程縣 而明泰宇的分佈就是從福島附近向日本北部伸延 至於日本酒的主要產地就是新色縣 位於日本靠近日本海一側 但距離福島也很近 美國的這種操作大概就是 說就好聽 但身體就很誠實的真實寫照 結論就是美國對於日本核污水排放計劃一直是口頭之詞 但俗語說得好 評價一件事 不要看它說了什麼 而是看它做了什麼 美國對著盟友也是說一套做一套 另外東南亞有些國家以前被人的感覺較為落後 在石樓台我在現場的節目 我會說說2007年我去過中國和魯窩的邊境城鎮磨堪採訪 見證磨堪由當年只有一塊邊界石 大變身成為現在的過境重鎮 歡迎訂戶去石樓台收看 大家好 石樓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去訂閱石樓台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棄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也可以看得流暢一點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又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講的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